还是给大家这个扭转了他之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些印象 印象对 这名裁判确实还是一名不错的裁判 是的 好了 声声响起比赛开始了 哦 这个苏主没有 F8 苏主 这个球苏主是没有补位 及时补位过去啊 导致对方穿中很顺利 是 这边王凯 再把球穿进投球 这一下开场5分17秒 卓尔对巴比斯堂的一个投球是被衡量所拒绝了 这个反击是从后场的一个断球 直接给到了巴比斯堂 一大课题 是的 而卓尔这边的据我所知啊 先来看一看这次的进攻 给过来 还有埃弗拉 1比0 比赛打到第15分钟 卓尔队由埃弗拉率先完成了破逼 埃弗拉也是打进了个人联赛当中的本赛季的第七个竞球 真的是生死时刻关键竞球啊 这个你看啊 这个球就是从后腰的位置看 搬回来的啊 他要在进攻端想办法 陈浦 外围的远射 这条球打的质量不错 好像陈浦本赛季中场联赛 此前打进过两个竞球 这个球 哦 抢下来 穆里奇先签筒 给过来 给过来了 马修斯 漂亮 马修斯 比赛打到第54分钟 包中永城队是扳平了比分 是的 这是一个前场的反抢 得到的一个机会啊 是 一个渗透 球丢了之后 紧接着回身的一个反抢 导致抢下来球之后的 左边路的一个破边 嗯 然后传中过来 这一脚陈浦没有 再也没有 自己射了 自己射了 没有贪攻了 动向又变了 而且现在看 助理裁判还是举棋了 这次 效应没强 所以马修斯 还是先把球打进再说 这非常有经验啊 反正没想上 没想上 我先把球打进去 可以看一个VR的一个机会 对 就是 一到反击的时候 就人数均等了 哎呦 看了机会 再打 哦 艾弗拉 这个球艾弗拉没有打进啊 连续两脚射门没有打进啊 是 对 就耽误了 对 嗯 这个球传进来 他倒在叫艾弗拉 艾弗拉 露一下 李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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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布提斯特 帅党 还有 哇 又是艾弗拉 又是艾弗拉 86分钟 艾弗拉帮助武汉猪尔队再次取得领先 场上的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艾弗拉今天这场比赛独中两圆 这个时间点进球可以脱衣服了啊 80分钟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说这个时候要有进球就麻烦了 是的 这是一个比较运气的球啊 从左边路传进来这一下啊 是钻了一个赵建飞的当 嗯 这一下是没了啊 主裁判 金希坤吹下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武汉主要队是2比1战胜了石家绕永昌 好